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叫張英文 我不是蔡英文 叉吉利 叉這麼多 我們今天的題目 叫做 限時台灣法理分析 其實在我們 我們在解釋台灣的現狀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都會有一個混淆 那個混淆就是說 到底中華民國給我們這個 是不是正確在解釋台灣的國際地位 還是要為這個法律 法理的這個概念去看 你可以看到真實的台灣的真正 它的歸屬 我們用這些投影片 和一些時事 讓大家來修課一下 看你要用什麼樣的眼光 或是說你要用什麼樣的修課方式 我們只要讓更實質 去了解說 台灣的真正地位的狀態 我們 先看 先大家先看這個影評 這個影評 它是一個 美國有一間電腦公司 叫Apple 大家有印象嗎 大家知道嗎 很有名的 Apple 他在1984年的時候 他有出一台電腦 那個電腦叫賣金塔電腦 有印象嗎 以前在那個 過去時代是微軟的PC 我們蘋果還出一個賣金塔 那個人 那時候 在那個時代裡面 用電腦的大部分 都是什麼人 都是什麼人 都是什麼人在用的 都公司在用的 大間公司在用的 那些公司 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IBM 那時候他們用電腦的 這個修用者 大部分都是在公司這邊 但是這個蘋果啊 他的這個賈波斯創辦人 他的生活跟人不一樣 他就說 用電腦 不是大間公司的專利 用電腦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用 因為每一個人 可以用電腦 這個世界 就有這條改變 就不用受到那些大間公司的動作 所以說他在1984年的時候 推出第一台賣金塔電腦的時候 在他們美國有一個最有名的比賽 叫做超級杯 有印象嗎 超級杯 超級杯的電視廣告裡面 他就放這支這個廣告片 我們大家來看玩一下 來 麻煩 我們在紀念 我們在公司的大型公司 是幾個月 最多的 所以 我們是一層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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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hall talk to themselves to death, and we will marry them with our own confusion. We shall prevail. On January 24th,Apple Computer will introduce Macintosh, and you'll see why 1984 won't be like 1984. 大家看這個公告片有什麼喜歡? 你有沒有發現,它裡面的片頭是不是 顏色都灰色的,暗暗,這樣有沒有? 一個大英文裡面,有一個像老大哥這樣, 就在說什麼他都在看這個好了, 什麼事情他都按照他的規定在做, 但是出現一個穿白衣服和紅短褲的年輕的小姐, 三個大小姐,三個大小姐, 都給他彈在那一隻大櫻木裡面, 像這個大櫻木剛才打破, 他裡面有一些意涵, 就是說,其實世界不是像這個櫻木上面的老大哥, 他說的這樣, 所以他只要抓那一隻,那一隻很大隻的蛤蟻, 都給他彈在那裡,打破他的謊言, 打破他的謊言, 其實這個就是要引喻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我們就像那個,那一位小姐一樣, 雖然說我們的人沒多,雖然說在外面, 這個中華民國,他好像組織很龐大,對不對? 雖然說在這個外面, 中華民國,他們是不是這樣, 四個全部,他們都控制住了, 但是台灣的改正, 那不是像中華民國,他們在頭這樣說的, 絕對不是, 出現了我們台灣民政府這個法理論述, 你看那個小姐穿白衫,穿紅褲, 跟我們這個顏色, 有沒有很臭恰, 有沒有很臭恰, 紅色白色這樣, 這個就是要讓大家去思考說, 要打破這個謊言的現狀, 一定要有生活來不一樣, 這個就是要讓大家去思考說, 這是彭哥的公司, 這間叫摩托拉, 這間叫什麼? 以前他們是不是在做手機的時候, 摩托拉很早期, 它有很多專利, 它像那種貝殼機有沒有, 打開, Startrack, Startech, 那個手機, 那個時候全世界是不是很流行? 不然來, Nokia, 它是不是做手機做得很好? 就像手機的硬體本身, 它是做得不錯, 全世界也稍為多, 但是你看看,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的手機, 現在走一堆了, 幾乎沒有它了, 對不對? 但是這間公司呢? 這間公司, 它賣的手機, 那不是全世界最多機的嗎? 不是喔, iPhone也賣很多機的, iPhone的手機, 如果你看看, 就像一種形態而已, 就是生成這樣, 你如果看百種機, 以前百種機, 是不是都, 喔, 琳琅滿目, 很多行的, 但是, 那不是真的, 有材料, 將這個手機產業, 整個改變過來, 感到嗎? 你如果Nokia, 他就是堅持說, 他的手機要做, 就是要, 成本要計, 手機要品質要好, 喔, 摩托羅拉, 大概也是走像, 這樣子的思維, 他感覺, 手機要做得漂亮, 喔, 像以前, 我做過一支叫做, 那個什麼? Razor, 海豚子, 然後來Razor, Razor那支, 那支機器是不是, 很薄很薄的, 這樣, 摩托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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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是真的有材料, 改變, 這個手機的市場, 的方法, 沒辦法, 那都退流行, 那都退去了, 那種東西, 充其量, 它就是, 噱頭嘛, 對不對? 但是有材料, 真的改變, 就像蘋果, 它的手機, 不說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它是改變, 每個人, 使用手機的習慣, 它會發言, 手機, 不只是可以聽電話, 傳簡訊, 手機, 還可以怎樣? 還可以上網, 手機, 還可以安裝一些APP, 對不對? 讓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完全改變, 整個手機產業, 全部翻過來, 這就是, 蘋果電腦, 它比人, 它行為方法, 跟人不一樣, 所以, 它現在正好, 站在手機市場, 甚至是電腦市場的領土養, 但是它買手機, 跟它買電腦, 不是全世界最多的, 全世界最多的手機, 是對一種系統, 電腦市場, 電腦市場, 我們自己做一個調查就知道, 你拿Apple的手機, 一個, 兩個, 沒有幾個, 但是你拿電腦市場的手機, 大部分都是拿電腦市場, 對不對? 但是, 它是一個教授, 但是為什麼它對這個手機市場, 電腦市場, 它的代表性是那麼重要, 這就是在說這件事, 因為蓬哥, 他跟人家想的, 不一樣, 他想的, 是要怎麼改變, 這個手機, 在使用這個指定的現狀, 他要站上那個位置, 所以想的跟人不一樣, 一樣, 反正我們想的, 我們台灣民進府, 現在在推三個這個, 台灣的法理論述, 我們的想法, 是不是跟現在POPEN外面, 台灣人所信的, 不一樣, 但是你有發現嗎? 我們在說的這些東西, 那不是新的的東西? 那不是新的? 不是喔, 這些資料, 包括日內華公約, 世界人權宣言, 這都是過去就已經都簽好了, 過去就都說好了, 對不對? 包括國際法, 這些規範, 國際建政法, 國際管理法, 這以前的時代, 都差不多建立了, 是怎麼? 這些古資料, 但是在我們現在來看, 卻是新思維, 有發現嗎? 不一樣喔, 是不一樣喔, 所以這個重點不是說,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 對這些事情, 對這些國際政政法, 國際的這個慣例法, 還是說國際法, 我們有去了解嗎? 我們有去把人認識嗎? 那如果沒有人認識, 沒有了解, 我們就沒有那種概念, 然後來解釋, 現在台灣的這個, 不正常的現狀,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是, 大家這個思維上, 要不一樣, 要稍微不一樣喔, 說到建政, 我們有影響嗎? 差不多2003年那時候, 美國是不是, 入侵伊拉克, 是不是那時候, 一個海山政權, 美國是不是說, 它有什麼?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有沒有? 就開始, 開始準備說, 要來入侵伊拉克, 結果伊拉克, 美國有打進去嗎? 有, 打進去了, 打進去了, 然後有把伊拉克的海山政權, END嗎? 有啊,END了, 海山也要抓去, 有沒有? 海山那個政權, 整個床看台去嘛, 就像像這個, 海山的雕像, 叫人家抓下去了, 這個事件, 我們以前, 我們在看那時候, 我們怎麼解釋這件事? 美國入侵伊拉克, 然後他在伊拉克, 是不是, 在那裡, 很久的, 有沒有? 很久的, 然後還會, 美國總統歐巴馬, 還會宣佈撤軍, 這件事, 在國際上, 所有的西洋國家, 他們在看這件事, 叫什麼? 美國, 佔領伊拉克, 叫做, 這一點, 美國打敗伊拉克之後, 伊拉克, 有沒有變成美國的一個領土? 沒有啊, 沒有啊, 美國也是各種, 伊拉克的政權, 向伊拉克的人民嘛, 對不對? 向伊拉克的人民, 所造成的新的政府, 對不對? 所以現在, 伊拉克的新的政府, 跟過去海山政權的政府, 夠一樣? 不一樣喔, 伊拉克, 因為美國把他打敗之後, 他對伊拉克, 他也是成立民政府喔, 成立民政府之後, 就是叫伊拉克人民, 自己造政府, 造成的, 受到我美國軍事政府的控制, 我自己怎麼搞, 你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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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國內重新重建起來, 把你的政府組織, 你的政敵的生態, 重新再重整一下, 結果, 成立了新的伊拉克, 新的伊拉克憲法也出來了, 不然, 美國看說, 你這個新的政府, 對我美國, 是比較友善的, 這樣我就說, 儘管, 平和你伊拉克的人民, 所以, 這個過去的歷史, 它是這樣, 我們要這樣來看待, 在這裡,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2003年的, 3月30號的那天, 這裡, 在日本社裡面, 它有寫到, 這個, 美國的, 這個, Secretary of Defense, 這個, Darnold Ransfield, 就是那個, 倫斯肥, 有沒有, 如果來回顧一下, 就是, 美國的, 國防部長, 他, 他叫做倫斯肥, 倫斯肥, 他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秘密檔案裡面, 他這樣說, 他指示, 就是, 他這樣, 他這樣, 他寫了一段, 美國的, 這個, secretary of State, 國務卿, 叫做, Colin Powell, 叫做, 這件事, 他說, 這件事, 他指示, 衝突嘛, 對不對, 衝突到, 沒辦法改靠, 沒辦法透過對話來改靠, 最好, 他就是透過軍事行動, 來開始戰爭, 戰爭的目的就是, 要願選成這個結果, 就是, 那些國家新的政府, 要跟美國要變成友好, 要變成友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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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在這有不要, 這是不是知道, 不要太快, 把政權還給, 要确定他们这个新的政府 对我美国是友善的 这样的时候我才会行李 行李的时候我们后面再会有冲突 再来一看 这是什么战争 太平洋战争 就是1941年 美国和日本发行战争 为日本攻击珍珠港以后 美国对日本宣战 这是整个战争的战线 你看看这条 这条黄色的黄色的这条 这就是法律的 法律的Japanish Advance 这就是日本 日本那时候战线最战优势的那个 那个前线就对了 来到这里 日本那时候的建筋的军力 战优势的时候来到这里你看 新极内亚印尼 缅甸一直到中国起来 万祖 起来到库越岛 整个太平洋的战线里面 日本是有优势的 我以前打到这里来 但是后来也是失败 后来也是打书米国 有两个人来关注团 要宣布投降 这件事 比习近平常在问 我们台湾人 还是说我们台湾 在日出世界来源的时候 我们有参加吗 有啊 我们有参加 我们是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这个时候 我们跟日本 是不是港国的 对啊 港国的啊 对1895年开始 大清帝国大皇帝 为这个下官条会来内 歌让台湾澎湖 的娘头租款 永远 而且完整的主权 歌给日本天皇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台湾 就是大日本帝国 天皇的娘头 这件事 一直来到 1941年的 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 有改变过吗 没改变 1895年 一直到1941年 台湾这个时候 领头主权地位 完全没改变 完全没改变 你想想看 你过去 台湾的历史 你有发现对吧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我来自嘉宜 嘉宜7 有一个嘉宜公园 嘉宜公园里面有一个叫设置塔 设置塔 那就是以前的日本时代 嘉宜的神社 所以你有机会去嘉宜 你去走一个时 你去嘉宜公园里面 你走下去 你就会发现 这个神社 他的配置 和你去 靖国神社的配置 这些人几乎完全一样 在这里 就是人家说鸟居 在这里 左边 就是让你洗手 宿口的地方 还走进去 就是神社要祭拜的地方 当然现在他给他盖着设置塔 大家有机会去看的时候 不妨注意一下 他左右两边 所留下来的 日本时代的那些建筑物 你让他参加看看 你让他参加一下 所以在这里 末了 我们是不是建筑 台湾有参加 日出世界台前 我们建筑 我们建筑的时候 结果 美国 怎么对台日本 跟伊拉克完全一样 日本改憲法 有印象吗 叫日本改憲法 改了新的憲法 就是从民主宪法 改造现在日本国新宪法 所以说日本国的新宪法成立了 再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 签下去 日本的新的日本国 他将放弃台湾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 他将放弃台湾的 right title 跟claim 所以从 那个时候 开始 我们台湾 变成说 现在的日本政府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管辖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管辖 right title 跟claim 是一种管辖权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管辖 所以是 同样 都跟 伊拉克战争 那些都完全同样 我们是由伊拉克战争 回头来看 看这个美日战争 的那个结论 所以你现在看 美国跟现在的日本国 是不是很相似的 有没有 这就是战争 他要挨的目的 他变成 虽然是之前有争执 虽然之前是发行战争 但是战争未来的后 他们两个国家 变成有够麻吉的麻吉 现在全世界 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关系 是非比寻常的好 来 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战争的结果 我们就会了解说 在美国 他们的战争 他们的模式就是这样 开始是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 打入之后 他就会 给他打败的那边 命头给他做一个军事占领 他给他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之后 这个被政府者 他该政府 你看伊拉克 你看这个阿富汗 再看政政的 这个大日本帝国 是不是政府都改过 有没有 都该政府 该政府之后 被政府者跟政府者 变得和好 变得和好 和好之后 我刚才说的 伦事卑 他不是说不要太快 把政权还给伊拉克人民 因为他要确保新的伊拉克政府 是对美国是友好的 所以 友好之后 他才会结束军事占领 结束军事占领之后 相后的关系 变了什么 就变政权了 以前的争端就都结束了 这是现代建政的模式 所以你有发现 现代建政模式 敢有说 我给你拜 你的国家的领套 变我国家的领套 那不 不可以 这就是我们必须 他在跟我们说的 军事占领 可以变对方的主判地位 不可以 因为这是国家法的规则 如果这个规则不维持 现在全世界的领套全部 差不多都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叫做 美国 那个国家叫做美国 这样对这个世界上的人 这是不正常的 这个不正常 你变成全部都在一个 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面 这个有问题 这个也有很多不同民族 也用不同文化 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产生旧的文化 会消灭去 一些人种会消灭去 这对世界是不好的 世界它有一个概念就是 生物要多样性 文化也要多样性 多样性才会产生这个地球的 人类生生不息 这样比较有活力 这样比较有活力 所以你看看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日出世界之前 美国和日本 战争的结果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的地位 我们在大日本 帝国的时代里面 台湾是不是可以到世界各国正常往来 有没有 你回想一下 我们去到日本 那当时的日本时代 我们出国的时候 应该是三什么款赫兆 那不是三中华民国赫兆 不是啊 三中华一国的赫兆 大日本地国的赫兆 那当时是不是都跟世界各国正常往来 包括中华民国 那当时也来台湾的台北 设一个叫什么 领事馆 你就知道设领事馆的意思是什么 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什么关系 国与国的关系 外国关系 是日本国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所以不知道台北设的领事馆 这个时候 但是日出世界大前 我们日本台湾 去美国打牌之后 打牌 就是军事占领 对不对 我们刚才有说到 那个战争的模式 就是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 美国 他有自己 他有像美国去占伊拉克 他就这样 他自己来做 那有 他没有 那是日本的四大岛 美国有清楚去占领吗 有 又包括沃沃沃 这个琉球 美国也是清楚占领 我们是美国 他觉得 占领这么大 日本的领土 他觉得 全国都美国占领 没法 所以他就要叫 他的盟军 其他人 替他去占领 像这个北方四岛 他就叫什么人去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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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苏联去占领 叫苏联去占领 北纬 16度以北 还台湾澎湖 还中国战区 他叫什么人去占领 蒋介石 对不对 蒋介石去占领 所以 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蒋介石是怎么来日本台湾 就是因为美国 日出世界的时候 生日后 他没在家这样讲 所以不知有发生一个 叫做 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 第一号 有了 我说就是这个 一般命令第一号 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就指派蒋介石 来接受 在台湾澎湖的日本兵 日本军对他的投降 对他的投降 对他的投降 所以才有那个 1945年 十月日后 那个投降典礼 在台北公会堂的投降典礼 好 来看 ROC 代替美国的军事占领 但是呢 你现在想不想 现在什么人在给我们管 共和民国 共和民国 他有走 他没有走 他没有走 你看 你看 美国是不是 跌一段时间 以后 友好 他就走 对不对 但是 日本台湾 Q ROC 代替美国军事 他都跌在这 都不走 你不觉得 这也很奇怪 好 这也很奇怪 好 啊 你如果知道 这个国序的 政经的模式 你就 你 大家都可以分辨 说 现在 他们带来的 这个 电话民国的体制 把我们的教友 把我们的洗脑 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要把你洗脑 洗到 让你 不知道说 过去那段历史 那就是他要沾 他为什么 后来 他知道 他流亡 他 他 中国大陆 那个土地 他怎么 没了 去中国共产党 打败了 他这么糟糕 所以 他变成流亡 那时候 我们现在的状态 就是在这里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在这里 如果说 这个 所以 美国如果自己来 擅自 军事舰 而已 照起工 照国政法 成立 台湾民政府 然后 这个体制 运作一下子 运作一阵子 整个都ok了 刷牙 我们是不是会 受到世界的信任 这个体制继续下去 我们台湾现在的政治炼狱 就可以离开了 最后 美国 他也是会结束军事占领 就跟伊拉克 一样 就跟日本的四大岛一样 这样下去 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 我们就是可以回复 我们过去 应该有的国际座委 但是 来到这里 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 要正常了 在这里就差不多正常了 因为这都是按照国际法理 所以要做 要走的路 要走的路 就对了 要走的路 就像一个地图 那样 你要去哪里 就要怎么走 要怎么走 但是 我们的目标 先设定得好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 匯合台湾 正常的地位 所以 目标设定得好 我们照期间的路纜 走 我们的目标 会得到 会得到 但是 你的目标 如果设定得不好 你会怕得到 你怕不够 怕不够 好 为什么 这个地方民国来这 和一些零业 他们在改造 台湾的国际地位 还有一些零业 过去 都要向台湾 说 选择说 要跟台湾的问题 要让台湾的正常化 但是 时间来到大 有改变 没有改变 这个不正常的状态 也是一直继续下去 我举几个层面 来看 你就知道 我们有正常 还是不正常 对 现在把我们关系 这个是什么政府 有 中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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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世界里面 有这些国家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全世界 都有所有的国家 都身心中 中原国 没有了 把那些 太平洋的小国 对不对 把那些小国 承认他可以 好 这个政府他能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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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名字 去加一两国也没够够 就是说他跟他建计二十几个国家 虽然人口很少 土地也很小 但是他们是不是国会成员 是喔 人他们都是喔 像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经济实力也好 中国致权 Eso 要建计二十国完全不行 那才有准备 用这个体责真的是有准备 也是没有准备 再來 是不是 Cast 亂揉 还不能轟 外国也都会反对 但你来看 ming quater 若他们每次 users 所以一直 rogue 在台湾跟我讲的 speeches 就像洪水蒙瘦一樣 這裡面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有正常嗎 也是不正常 說 你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現在 不是 不是 現在不是 現在還有邦交國 中華民國還有邦交國 有 二十幾個 我們這二十幾個他就是正常的嗎 不是啊 我們台灣還有邦交國 沒有啊 我們不是國 不是啊 我們不是國啊 我們不是國啊 好 如果我們就國底做這個 跟我們正常加一個國底做這個 跟我們同樣坐在台上 跟人談判座上面跟人說怎麼說去 有辦法用淨口的新聞來講嗎 也是沒辦法啊 再來 每次如果要去參加一些比賽 那個比賽的隊伍 跟華東用到台灣的名字 請去參加比賽 也沒辦法啊 也沒辦法啊 都要用什麼名字 台北 然後用強力是台北 好 再來 台灣現在的 你們的統統圍 到底是選做什麼 我問大家 台灣 朋友 金門 媽祖 尊於台灣的 妳要統統圍的 這四個 有金門媽祖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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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跟我們說 好像都有耶 對不對 他跟我們說好像都有耶 就感覺很奇怪 再來 你現在有國籍 你現在的國籍是什麼 不是 台灣民國國籍 不是啊 第一次 我們國民國的社群裡面 他們的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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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 台灣人現在有國籍 沒有啊 Stateless 就是無國籍啊 但是台灣民國 給你那張 那本青皮 的這個護照 他說你是 台灣民國國籍 這樣不對 這也不對 他如果你說你有國籍 但是在世界上 兩人經驗跟你說你沒有國籍 這樣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樣有正常 這樣也是沒有正常 農業 能源 環境 語言 完全都沒有正常 都沒有這個部分 都沒有按照 台灣自己的優勢 還是說台灣本身的 這個 這個自己的好處 還是說台灣本身 這個 這個比較優勢的東西去發展 都沒有啊 都按照 他們中華民國 他們自己的利益 來做啊 像農業就好啊 我們台灣 人家說台灣是一個寶島 台灣這個寶島 怎麼好 天氣好 你差不多要種什麼東西 你都種得去 但是 他的進去 讓我們的農業 蕭條 叫農民 不要做 去消耕 這樣對 我們的能源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糧食的這個 自給率 有多多 沒有到30% 這樣有正常 這樣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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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能源呢 台灣最好的 能源 這個能源來源是什麼 不是 台灣喔 最好的能源 是什麼 他現在最好的 最乾淨的能源 來源是什麼 不是 也不是 太陽 海 對不對 對啊 啊 但是 他現在 出在這 橄欖社 核能化電廠 啊 靜靠酒油 靜靠煤炭 啊 來這裡燒 這樣好 這樣不好啊 對我們好 這個不是 世世代代 要下去的 這個 使用能源的方式 台灣 你看 如果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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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西洋開市 這個 西班部 這邊 是不是 風浪在頭 對啊 應該可以發展 我們有很豐富的風力啊 我們有很豐富的 太陽 資源啊 我們台灣是不是 日照很充足 你可以發展太陽能啊 對不對 但是他都不 他都不選這些項目啊 他就是要淨靠 油 他就是要淨靠 煤 就比較燃 他就要設核能電廠 這都不是 為了我們台灣人 在設想 的方法 啊 語言呢 都給你禁止嘛 不要讓你學 台語嘛 不要讓你學 其他技能嘛 對不對 全部都是用漢語啊 這樣好 這樣 我們 這個 世代最後會怎麼樣 我們 我們 我們就會被 這個會被消滅掉喔 我們會被消滅掉喔 好 所以 這個不正常的狀態 我們把它簡單 這樣說幾個層面 你就可以發現 到底現在台灣這樣有正常 不正常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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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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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下一步的方法 才會正確 所以我們 來參加台灣民進府 我們的終極目標 就是要讓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來 正常化呢 你去衝撞加一堆靠 這樣對 有結果 沒有結果 絕對沒有結果 你說來辦公宅來讀你好不好 有結果 你還沒到就去反對 什麼人會幫你反對 美國 美國就幫你反對 對不對 所以 繼續把台灣民國當作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民國 這樣怎麼會解決 也不會解決 所以 剛才說那幾個方法 都不是正常的方法 所以 我們必須長找到一條路 就是 按照國際法例來走 我們來靠美國 這就是第一次所上的這個 所上的這個 這個 書面 所上的書面 就是這個 這是所上的暗號 這是第一個一省 就是第一次所上的一省 就是 比照台灣的 這個就是地方法院 這個地方法院 這個地方法院 還有的人 什麼 plaintiff 這就是原告 這個 這個 被告的是什麼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政府 這什麼人 Dr. Roger 這個 CS 林 你是不是算秘書長 這個地方法院 去美國 這個司法院的網站 你都查得到 這都查得到 這個 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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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誰上訴人 在這裡 Ragio CS 林 這個 appellant 這叫做上訴人 這上訴人 誰是被上訴人 appellant 這什麼 這叫做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不願 繼續上訴 這個 結果 這裡面 雖然說 美國的這個司法院 他沒有做最后的打招 但是 他裡面有很重要的 一些法律上的見解 因為這個個手 他不是像說 我們一般想的說 喔 打你輸 打你贏 不是這樣 他這個個手 他的個手的結論是這樣 因為美國是三權分立 或是三權分立 啊 他司法院 可以伴的 這個 事情 他就是那個標的 要可以伴 啊 要可以伴的標的 就是說 你美國政府 他如果 有 有生金 還是說有動作 他才可以伴 他如果 對國 國際關係裡面 他如果沒有生金 沒有動作 司法院 他不可以去月權 或是三權分立 他不可以月權去伴 就是說你行政單位 你就要怎麼做 怎麼做 不行 所以 所以 在這個 這個法國裡面 他司法院 他的司法院裡面就是說 因為 political doctrine 所以 我們這個個手的標的 是讓法院 他沒有辦法 做判決 他沒有辦法做判決 但是 他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就是這個 法國裡面 對 他這樣說 美國跟中國的這個 紛亂的關係 已經超過六十幾年了 啊 因為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非常紛亂 所以 導致 這個 台灣人 就陷入這個 政治煉獄 political purgatory 叫做政治煉獄 在他們生法國家裡面 purgatory 這個就是叫做 煉獄 政治煉獄 煉獄的意思是怎樣 天堂 地獄 你如果卡在地獄 這叫做purgatory purgatory purgatory 意思是說 你沒有被決定 你的狀態是未決 沒有 沒有決定 你上不了天堂 下不了地獄 上天堂跟下地獄 都是一種 決定的結果 但是你卡在地獄 這裡 你就沒有結果 所以 政治煉獄是為這裡來的 第二點 他說 在這個 這段時間來 台灣 台灣人 他 沒有這個 國際一致承認的政府 所以 台灣 有政府嗎 沒有 沒有政府 再來 就是因為 沒有政府跟這個 弱在政治煉獄裡面 所以 台灣人 這個 國際的 狀態 他變成uncertain 就是不確定 所以以前有人說 有沒有 台灣第一位 未定 有沒有 以前要聽過 未定 意思是 被美國軍事 佔領 這種狀態 但是我還沒有給你 決定 所以 地獄 在美國手頭裡面 不確定 就好像 伊拉克 美國還沒有還他政權以前 他那個時候被美國軍事佔領 他那個時候有沒有確定了 也還沒確定 直到他把政權還給他了 他才確定 是這個意思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法官的見解 台灣人沒有政府 台灣人政治煉獄 因為你沒有政府 還沒有國際 政府 你國際的未定狀態 台灣人你有國籍嗎 沒有 你沒有國籍 因為你就沒有政府 你怎麼有國籍 你沒有代表你的政府 所以你沒有國籍 所以 因為沒有國籍 所以 我們最近 二月二月八 我們再提出 第二次的告訴 這就是 第二次告訴的 個所的這個 個授文 個授文裡面 就是這裡 原告 Dr.Roger C.S. Lin Julian Lin 和 Julian Lin 還有這個 台灣西方 政府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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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 這就是 什麼人 是被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Republic of China 那就是 被告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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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 被告 還有什麼 中華民國 這個 個人 剝奪了 台灣人 應該有的 國籍 為什麼 因為 1946年的 一月十二月 他透過一道 行政命令 中華民國透過一道 行政命令 把原本 尊於大日本 帝國 我們的國籍 把我們剝奪掉了 讓我們現在陷入 無國籍的狀態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這個中華民國 不如台灣人 代表我們台灣人 所以他讓我們陷入 無國籍的狀態 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公約 這不行 所以我們的要求 就是要 改割 這個現象 改割這個現象 所以 三月十二 三月十二 因為這個個數 開始 送行進去 美國婚姻 也已經接收了 所以我們在三月十二 開一個記者會 在美國華盛頓 特區裡面 一個國家記者會 俱樂部 我們召開一個 控訴美國 的這個記者會 這就是秘書長夫人 秘書長夫人 他代表我們台灣人 和台灣民進 和在座各位 去做一個聲明 說一個聲明 他聲明之後 就換這個 我們的委任律師 叫做Charles Kemp 他還起來 講這個訴訟 這個訴訟的內容 做一個解說 接受這個在座 在座的美國 國際媒體記者 的一些發問 發問 發問 現在這段 這個 這個 這個記者會 這個全程 我們在我們的官網裡面 都可以看到 他可以連結到YouTube 都可以連結到YouTube 裡面都可以看 可以看 大家看 因為裡面都講英語 所以說你如果對英語 社會的部分 你聽 你應該大家聽出來 如果 比較有困難的 就聽 比較沒力的 給你做一個解說 好 所以 來到這裡 我們有發現對不對 為什麼要害怕 歡迎 受傷這條路 為什麼 我比一下 給大家聽好不好 你想看看 我們是不是經常聽過 說 在平常時 有人發生交通疏過 發生恰好 對不對 恰好 是不是有一個人 中庄 一個人沒有中庄 還是說 兩個人都中庄 我們假設一個人 一個人中庄 結果那個中庄的人 你就開始說 好啦 你要被我當 被我塞 對不對 被我祖宗十八代 什麼什麼 全部都要被 對 這樣 你想 這樣說 我就改發事情 沒辦法 但是 你跟我說 好 我要求你一百萬 欸 你是根據什麼 要跟他要求一百萬 那不是你自己想的 你就可以跟他要求 對不對 所以 這不是說 你怎麼想 你怎麼想 我就要怎麼被你了 不是 這都有根據 這都有法律上的根據 你如果沒有法律上的 這個請求的管理 你要怎麼對我要求 對不對 你說 你還要補一百萬 欸 那就是我 我如果沒有真心 我敢不賠你 雖然你有中小 但是我沒有真心 我敢不賠你 這都是 這就是法律 這就是法律 因為法律 所以最好叫做改革 這個 我們的生活上 生活層面的人的爭端 最後還是要透過法律 你解決爭端 也是我們有法律的基礎 你才有 雙方 雙方叫做達成一個 協議 叫做妥協 啊 不然都是 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完全不會有交集 所以我們要走這個 這個法律的路 所以說 我們來這裡了解 國際法律 就是要知道說 用什麼 法律的這個概念 可以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就是這個重點 比克宇 這裡有一個概念 叫做 屬於雙方 和法律雙 這個故事叫做 他是我爸爸 大家看這個故事 來 大家做一個啟發 來 這裡有幾個人物 一個叫做 單身老王 一個叫陳曉明 陳曉明 陳曉明有家人 就是爸爸 媽媽 跟他的弟弟 這個人物 以前是這樣 單身老王 好 事情是這樣 來 這個單身老王 車禍 車禍身故 法醫驗屍中 那個陳曉明 剛才走來現場 我跟他說 他是我爸爸 來到這裡 你有沒有說 怪怪嗎 對 對 不同姓 陳曉明有 陳父陳母和陳弟 怎麼老王生故之後 他會跑到現場來說 他是我爸爸 你有沒有覺得這麼奇怪 來 他主張 老王是他爸爸 他如果有那個生活的時候 陳曉明 他有什麼 法律上的管理 他有這個管理 第一 老王是不是貴心裡了 老王 他如果留有遺產的時候 陳曉明如果是老王的後生 他是不是可以計程價儀善 對不對 所以他有那個生分 他有法律上的生分 他可以計程價償善 嘛 因為他有那個生分 所以 老王生故 跟隆世的那個對方 是不是 陳曉明可以把那個對方 清救孫海賠償 這清救這個生故的 請給孫海賠償 隆世人嘛 叫你賠償一兩百萬的 也不為過嘛 對不對 好啊 這就是管理 這是法律上的管理 但是 陳曉明 剛才我們剛才說的 他跟老王不一樣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到底陳曉明有沒有 這個法律上的那個 那個身分嗎 那他敢說 那個老王就是他爸爸 大家就要相信 那就是他爸爸嗎 這樣 你這樣想 你應該會懷疑 如果你是那個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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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明跟你說 來 你都死我爸爸 倍三百萬 你在想 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這樣對 對不對 你會覺得奇怪 來啊 所以 陳曉明 在這個 還沒確定 他真正的新聞的時候 過期 他什麼新聞 他聖誕嘛 對不對 他敢是老王的學生 不是 法律上 他不是 但是 他現在說 他是我爸爸 啊 接下來 他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對 他要去證明 對 他要去證明 好啊 好 要怎麼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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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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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現在 檢查看 來來來來 你來抽肺 來檢查一下 比對DNA 這個 結果 這個DNA 檢查一下 結論是這樣 你聽看看 陳曉明 跟老王 他們兩個有 百分之 九十九點 九九九 一等血親的關係 這樣 請問來到這裡 陳曉明 那不是老王的孝生 還不一定 還不一定 你比較理性 不然一百人 就想說 就應該是 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一等血親的關係 這樣 你想 事實上 自然上來講 陳曉明 是不是老王的孝生 是 對不對 但是 來到這裡DNA 那時候 他有辦法去這家 生老王的遺產 還不可以 對 還不可以 是怎麼還不可以 對 他還沒有在法律上 取得是老王的 兒子的身分 因為他現在 還有什麼人的身分 陳曉明 他有爸爸 他有媽媽 你一個人 有可能有兩個爸爸 不可能 好 好 接下來去 陳曉明 他應該怎麼 來 恢復 他老王 兒子的身分 他就要怎麼 怕什麼 法律途徑 他要去 喚他 他要去喚他 去喚他 去喚他 來裁定說 他 要跟原來的家庭 要什麼 脫離 親屬關係 他要去去 去喚他 去喚他 確定他跟老王的 親屬關係 一方面要脫離 一方面要確定 當然 他在各所過程中 因為老王是單身 他如果單身的時候 他這個遺產 會變什麼 會變什麼人的 會變國家的 對啊 所以說他要去 去喚他要去 去喚什麼人 他要去喚政府 他要去喚當地的 那個政府 要去喚那個市長 要去喚當地 主管機關 就是市長 要去喚市長 還要去喚市長 你不能幫他頂當 老王的遺產 要先去喚 先把他擋住 擋住了 他去確定 他的 先去確定他的身份 還有另外一個 撤銷另外一個 姓陳的身份 這樣下去了 好 最好 他這些市長都完成了 他也去負政事務所 去定義 定義說 他就是老王的兒子 好 所以 他 未來 他才有機會 變成老王的兒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就是要給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 市長 法律上 市長 市長 19.99 19.99 是老王的兒子 但是 這裡有法律 他在屬性上 他有管理 他有應有的權利 還沒有 一直要到法律上 也確定了 他的那個身份 他就要管理 對不對 這就是 我們現在在說台灣法理地位 事實上 跟法律上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因為不太一樣 因為不太一樣 所以 你會發言說 為什麼 中華民國 這個 口口聲聲說 他擁有台灣 台灣是他的 但是 對我 是沒有人把他信任 甚至說 他完全沒有辦法代表台灣人 他也沒有辦法用台灣的代表 所以 這個衝突點 跟這個改正 你可能漸漸可以理解 來 他說 台灣 我們 在屬性上 跟這個法律上的概念 我們也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我們用這個 給大家做一個對比 這個 2004年的 4月23 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去訪問日本 他去訪問日本 他也有去見天空 他跟安倍晉山 去吃舒適 不是去吃舒適 那個時候 新聞記者 有給他問 問 這個 釣魚台 就是 日本的 尖閣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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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說 尖閣主導 是 尖閣主導 是 日本的 尖閣主導 是 美國 奧巴馬 沒有說 尖閣主導 是 日本的 娘頭 有 他沒有說 他媽沒有說 你擁有 他不是說 你 Administered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 尖格诸岛是在日本的管辖之下 管辖不是拥有 它是这样administer的 这叫做执行 这是在管辖之下 and 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attempts to undermine japan's administration of these islands 他也反对人家去挑战日本 是对尖格诸岛是有管辖权这件事情 美国也反对 但是一末他又说 美国but has sought to avoid taking a stand on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s 美国就避开了说 对于这个尖格诸岛的主权 他回避他不做回应 在这个概念里面你有没有 拥有和管辖是不一样的管理 拥有和管辖是不一样的管理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听 你看我都开一台轿车 我每天上班都开这台车 来中央上班也开这台车 请问一下 那台车是我的 不一定 不一定 有什么不一定 对啊 有可能祖的 有可能我爸的 有可能我太太的 但是你如果看到我开这台车 这台车没有代表是我的 要怎么 我要证明是我的 我的车是什么政府 行车执照 我行车刷出来 这台车是我的 同样的道理啊 所以 收益和收容款 可以分开 在国家里面 这个土地不是你的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管辖吗 会 那这个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九五二年了 那个 琉球 是不是交给美国 託館 美国是不是在那里有 在执政 美国执政的过程中间 有有人说 琉球群岛就是美国的哪里託 没有嘛 没人这么说 他知道那是託館嘛 他是一个管辖而已嘛 所以 管辖权跟所有权 可以分开 可以啊 可以分开啊 可以分开啊 那就好像说 我太太的车 他都没在开 都让我开 这意思是一样 这意思是一样 这就是管辖权 跟这个 所有权不一样 好 再来看一个新闻 在日本的一个媒体 叫做Japan Time 最近的新闻就是 台湾 这边的当局 跟日本 那边签一个 叫做渔月协定 间隔租岛的渔月协定 那里面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 他在 Tokyo and Taipei have agreed to amend amend fishing regulation in mark pack covering waters of the coast of Taiwan claimed 台湾宣称的 跟Japan administered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他这句话说 日本的记者 媒体 他也是这样子 日本管辖 啊 台湾自己宣称 那个 间隔租岛是他的 啊 台湾宣称 间隔租岛是他的嘛 但是 间隔租岛 现在谁在管辖 日本嘛 所以 他们的媒体也是用这样子 administered 好不好 所以 如果最近去看 新闻 这个 现在的执政当局 他跟 日本政府 在说这个 漁权 漁权嘛 间隔租岛 钓鱼台的这个 漁权协定啊 啊 他在那里的用語 是什么 同样 日本管辖 啊 台湾自己宣称 是他的 claim claim就是一种 请求权嘛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现在的时间喔 最近而已 整个项目而已 啊 也是用这种用语啊 对 这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所有权和管辖权 其实是可以分开的 钓鱼台 如此 台湾 是不是如此 是不是 也是 也是 台湾也是 但是 你看 国金山和平交友 第二条B 台湾 透过国金山和平交友 的二条B 去到日本 新的日本国 把他 Renunces 就是放到台湾的 right title 跟claim 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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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种 管理 都是一种 管理 就像说 我太太的车 我在修用 我的修用管理 那种管理 意思是同样的 所以日本国 他活动 来管辖 台湾 没法 但是 台湾的那套 是 透过 国金山和平 这样 就像 在日本 帝人的手里 像是 有这样 没有啊 它是公益放弃管辖权嘛 但是 所有款 在国金山和平台里面 有处理 没有啊 没有处理啊 所以 只能来到现在的现主持 台湾的现在的管辖权 现在 什么要给我们管辖 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叫做 台湾治理当局 根据台湾关系法 现在的台湾治理当局 现在 马英九 他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执政者嘛 他们来管辖 我们 但是 他们有没有拥有台湾的所有权 没有啊 这样就清楚了嘛 这样清楚了 好 所以来 所以说 我们已经 大家已经了解了 所以说 我们处理外面 就要给人挑战这几个 这个印象 第一 外面说 没有台湾的主款 台湾人有 台湾人有 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主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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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啊 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嘛 下官条约 台湾的娘套主款 应求完整的 入党给什么人 日本天红啊 所以说 拥有台湾人的娘套主款 的人是什么人 是天红啊 是地制的那个 是天红啊 有没有在你每一个台湾人的身上 没有啦 没有 国家主款 不是放在那里面的心上 那里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代表 要有一个代表 那里面的心上 所以说 在这里 比如说 中国民国不是主款 独立的国家 啊 啊 台湾不是 也不是 啊 中国民国不是 定义台湾 不是 中国民国不是定义台湾 哦 台湾它的范围是 福尔摩沙 就是 我们现在站在的地方 和澎湖群岛 啊 中国民国它现在现存的娘套 存什么所在 金融妈祖 哦 金融妈祖 所以金融妈祖 那是台湾的娘套 不是 啊 啊 美国这个政府 那不是代表 我们台湾人的政府 不是 哦 不是 他是一个 替美国军事占领嘛 他是占领这儿的身份啊 他定义说 在建议里面 他是把我们打牌 的那个 等同美国的那个身份嘛 啊 美国人敢能代表台湾人 美国人敢能代表台湾人 美国政府敢能代表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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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嘛 对不对 美国政府敢能代表台湾人 这个 中国民国这个政府敢能代表台湾人 一定也是不可以嘛 对啊 好 所以说 本土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不是嘛 哦 只从一八九年之后 就不是了嘛 哦 再来 你如果撒中国民国的新闻 能够到这名利 你本土台湾人 没法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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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國民国来台湾 是跟 shootsami 就是因为台 lee美国君子 的是什么 又拙务 这种生活 台里美国国是什么 又走路 他流亡 所以名字是什么 强力是台北 所以名字是强力是台北 做下去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主张统一 台湾人敢要反对 中华民国没有有台湾的所有权 两岸中国人都主张统一 那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不是 那你要不要反对他们统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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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觉得要反对他 你就是掉入了说 我是中国人的那个谎言 所有的两岸中国人是什么 他现在来看 你看在台湾的中国人是什么 中华民国 马英九是不是 连战是不是 易牧民是不是 你看那些讲话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大概都是 他那就是流亡来台湾的中国人 两岸中国人都主张统一 台湾人要反对吗 不用 他通议他不会把我们带回来 因为他就没有我们的联统资金 他怎么带回来 OK 中华民国已经没有留亡在台湾的增长性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主张和平统一 而且他们终止动员看乱 而且他们还签一个叫做什么 乱华 乱华 乱华说较乱 其实就是一个 类似和平协议 你如果去看乱华 你刚刚刚月你看一遍 海峡两岸 里面有台湾 没有 里面有中华民国 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 他只有海峡两岸而已 这有一个解释的空间 如果中华民国和 如果中华民国离开台湾去金融麻祖 去平坦岛 他这部这个 的国家能不能带去那里 海峡两岸 对不对 那也是海峡两岸 之前大家在反对乱华 就不知道说 纠纠的那是什么 什么人 里面没有台湾 之所以说乱华 在我们这里会给我们影响 就是什么 他还给我们管辖 他还给我们管辖 他这里影响就烂 他如果没有管辖 这部乱华 他会带去金融麻祖平坦就好了 他会带去金融麻祖平坦就好了 好像有关系吗 他没有关系 所以说 我们是要去反对乱华 不必 我们要叫他快走就好了 重点就是怎么样 他走特别影响乱 因为那是中国人的签的东西 统一的中国有没有占领台湾的正常性 就没有了 他统一之后 又在我们这里 也变成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么占在我们这里 那就奇怪了 美国会会同意吗 美国会不会同意 所以中华民国一定要离开 回合台湾进行的国序地位 就是要美国亲自军事占领 因为流亡中国人要走 美军就要来 一来之后 他就会指定我们 本土台湾人 成立的民事政府 要来治理台湾人 这就是政客的新婚 那就像陈晓明 要变成老王的新婚 同样意思 套过这样 我们的新婚就会政客了 好 所以说 给大家整理一下 关于台湾的事实 这是一些历史的时间点 大家要记得 你最好都很确信 你的感觉才是政客 第一 1895年的4月17号 台湾这个土地 就是日本天皇的领土 因为下官条约簽下去了 永久让余给日本天皇 那时候把我们管辖的政府 叫做什么政府 大日本帝国的政府 所以这些是所有选择 这些是官侠权的人 在1943年的12月1号 这发生 这发生什么事情 不 太平洋是1941年 1943年的12月1号 这天什么 开罗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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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们说 日本确置中国的领土 都要还给中华民国 例如满洲 台湾跟澎湖 奇怪 这个时候 日本天皇 要不然跟人签什么合约 是怎样 是怎样 他们公共的 开罗宣言公共的 台湾就好给他 没道理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说开罗宣言的时候 台湾的领土 又是什么人 天皇的嘛 管辖的政府就是政府 也是大日本帝国政府啊 来到1945年的4月1号 这天什么一次 1945年的4月1号 这天就是天皇颁布造书 给台湾人 适用这个明治宪法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中 正经是有那个黄明化嘛 正经是黄明化 要实施宪法 这是国家法人的解释就是 台湾已经变成天皇 神圣不可分割的那一天啊 所以在这里 这天 这天的意书 台湾是这个明治宪法 所以有参政权跟参政权 所以那个时候 日本就可以对台湾征兵嘛 不然在那之前 他都是请你当志愿军嘛 叫做高沙益勇军 好不好 那frans the 正兵的时候 那不是叫做义勇军 不不不 正兵就是正兵 叫做义勇军啊 这时候 在这时候 你要当年拿到天皇颁 但就是大日本帝国在管辖 而且我们已经实施了 大日本帝国 民治宪法 要来到1945年的七月二月 这就是波子坦宣言 就是波子坦宣言要求一份 你要五岛投降 你赠了我要怎么给你出分 这就是宣言 只说宣言的时候 赠的赠的所有权和管辖权 怎么改变 不会啊 不改变啊 只说话而已怎么改变 赠今天还在赠的啊 不改变嘛 他就来到1945年的八月十五 天皇 他说要颁布诏书说投降嘛 投降那一天 台湾的领头有变境给白人 也没有啊 说还是天皇的领土啊 管辖的还是谁 还是大日本帝国嘛 投降了 1945年的十月二月 就是过去 他就给我们骗的 叫做台湾光复节嘛 对不对 这天 其实就是 投降典礼而已嘛 就是停止战争啊 只是停止战争而已嘛 投降这样而已 投降这件事情 会不会改变 天皇的领土给别人 不会啊 管辖的 还是大日本帝国嘛 这个进户啊 和这天正前都是这样啊 都是同样都这样啊 没什么改变啊 所以这在法律上 和术祉上 这时台湾的地位 都是很确定 都是很确定的 但是这天后 大家就开始 模糊了 我们看这个地图一下 这是1941年的时候 大日本帝国的 这个领土的范围 这是这个外国人的 西兰的 网站里面 他们在 他们1941年 1914年 日本的这个 大日本帝国的领土的版图 这是外国人在看的 在看的事实 你知道吗 大日本的 Empire of Japan 这我们熟悉的四大岛 韩国 你感觉奇怪吗 韩国也是日本的 台湾你看 FORMOSA JAPAN 有没有 因为1895年 下官条约 有没有 所以在外国人的 肯定里面 Empire of Japan 有没有包括台湾 有啊 韩国是怎样的 会跟他同事的 因为他们 签一个 叫做并和条款 韩国 保有他的领土主权 但是把管辖权 交给天皇 管辖权交给天皇 所以在二十四个年前 签国金山合并条件 第一条 二条一 二条A 他就说 日本放弃 他放弃 Korea的 right title和claim 然后承认他独立嘛 对不对 因为他本来就有尿透出款 这是right title和claim 以前是天皇 管辖权 当然 管辖权 日本放弃后 他就怎么 他就恢复了 对不对 所以韩国就要独立起来 来 时间来看 十月二十五日 这一天 这一天 是不是有寿称典礼 就是那个 黑白那个照片 待会看到 这一天 来跟我们讲 变成美战 中华民国 来跟我们 台立 他来跟我们 他来跟我们管 有没有 这一天 这个 他跟我们讲 那一天 日本大日本立国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 行使 有没有 因为他去用定条 他这个 他就是因为 他减败 去用占领 占领就去用定条 就像说 美国去占领伊拉克 伊拉克原来的政府 他有没有 还要运作吗 没有 完全运作 去美国定条 好 来 那时候 美国是什么 一般改善法 成立新的政府 有没有 我们头前看 那个战争模式 就是这样来的 日本国到1941年来 5月7月3日 日本国宪法实施 实施 但是这天 还有签 国民双和平交友 不 不 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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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10月7月 1941年 1949年10月7月 好吧 本来的中华民国 只要去 毛泽东 去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 就开始要走路了 1949年10月1日 到12月份 他就正式流亡 来到1951年的9月8日 这天 就是 簽署 簽署和平交友 这 中华租继续在这 他一直到 一直到1971年1月1日 美国 没有生任中华民国 已经没有生任中华民国 已经没有生任中华民国了 他正在用作台湾关系法里面 一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 现在还有中华民国 没有了 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个现象 所以 你看 对不 没有 在这个 治理的过程里面 天皇的领土 有没有被处分过 没有 都没有处分过 都没有处分过 好啊 我们来 在一些历史北京之后 我们跟大家分析 中华民国在台湾 你怎么来看台湾的身份 来 1950年10月2日 15 这一天 他就是代理美国军事宣定 代理而已 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 那是美国叫他来的 啊 再来 他叫四九年的12月7月10 他正式流亡 因为10月7月 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已经走了 所以他来台湾都掉了 他就变流亡政府 他变流亡政府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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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的 总统应该是什么人 应该是李中仁 因为蒋介石已经死头了 蒋介石那时候 他生死了 他生死先走 那时候 他继任的就是李中仁副总统 那叫李中仁 有 担任到 中华民国 来台湾流亡 没有 但是 那时候 这个时候 已经死掉 中华民国 已经死掉 中华民国总统 死掉 那时候 他走路来台湾 后 他就变成复行事事 你看 这个事情 你看 很奇怪 照理说 在体制上 法律上 人民共和民国 合法的程序上 应该是李中仁做总统 就对了 他走路来台湾 变成复行事事 他突然又变总统 你不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说 这件事 这件事 也是骗你的 对不对 来 1979年 1月1号 他不去美国 生日不是一个 主管国家的政府 他就变成台湾治理当局 一直到现在 但是 透过中华民国 他的教育 和他的媒体 的黑龙社会 我们对他进行这两个新闻 我们进行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甚至来到这个县 还把他董做 台湾的政府 对不对 所以你都 不知道他的新闻 都不记得了 再来 是怎样 这几个三个时间点 我们这样说 他有这三种新闻 来 台湾美国军事 什么 他根据的是什么 法律的要件 就是这个 一般命令第一号 麦克阿瑟发布的 他经过美国总统杜伦们批准的 一般命令第一号 根据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 整改造 美国叫他来 所以他才可以代理美国军事占领 所以说 我们要去各所的对象是什么 美国 是他叫他来的 他为什么流浪的 怎么不用走 是因为这个 这个 国金山和平条約 签下去 他又签一个 中日台北合约 美国又跟他签一个 中美共同会条约 叫他流在台湾 保护台湾澎湖 保护台湾澎湖 但是 中日台北合约 现在已经废纸了 中美共同会条约 也已经废纸了 那是怎么 这个中海州 这个大队 这个体制 在台湾有效率 继续放的 就是因为这条 1971年的 他就是中美断交 就是跟中海州断交 他又发布一个 叫做台湾关系法 所以才让这个 已经联网的 蒋介石集团 继续留在台湾 继续留在台湾 这都是有法律的根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他们的身份 所以你如果在看他的公园 你要想一下 他到底是三个一张名品出来说 他如果三个台湾 美国军事准备 他对美国就是毕恭毕敬 对不对 他如果用这个 中海民国的身份 他就觉得他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没有 他如果对外的时候 人都没有职业的时候 他就是什么身份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在世界各国外面 人家不承认他不甩他 要去参加国际组织 没有人要职业 包括要去联合国 我们这边派出的记者 要去联合国奉门 能不能进去 也不能进去 好 接下来一个议题 叫做成立之台北 可能我们这两天 上课我们有听过了 成立之台北什么意思 成立之台北 成立之台北什么意思 成立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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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к audience的看法 流亡 离开打台北 他自己的本土 遭出以外国 这叫流亡 答案 我离开了我自己的灵土 跑到外面去 这个动作叫流亡 所以跑到外国去 所以他跑去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他的领土 不是啊 他中国有一个政府 他流亡了 他跑到一个外国的城市 叫做台北 所以台北 台湾的台北 总的来讲 台湾对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讲 是什么关系 我们跟他是什么关系 国内关系还是外国关系 外国关系 就好像印度的 德兰沙拉 有一个图博流亡政府 图博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 德兰沙拉就是印度的一个城市 印度对图博流亡政府来讲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外国关系 德兰沙拉还是印度 是不是图博的领土一部分 不是啊 所以有这个独立立的行为 你知道吗 他就跟他认识在口罩说 在世纪大前 西特勒打入法国的一轮 法国有一个代告乐总统 他就要将法国的政府 政府搬去伦敦嘛 所以法国的流亡政府 跑到伦敦去 那伦敦是谁的 伦敦是哪一国 英国嘛 英国跟法国流亡政府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国跟国有关系 外国关系嘛 对啊 不会是说英国变成是法国的领土啊 对不对 对这个意思啊 所以台湾对于这个 中华民国来说 是什么关系 就是外国关系嘛 对外国关系嘛 他不是我们的人啊 阿拉玛不是他的人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刚才有说到 在世纪大前 法国代告乐 他专门他的法国政府的这个组织 流亡走去伦敦 因为那时候的法国已经去 西特勒禅了 他专门出来了 包括出英文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 他也不说过啊 那就是说不说 但是做出的动作 那感觉也怪怪啊 对啊 因为他这样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这样不对 不对啊 我们刚才有说嘛 这个跟这个是什么关系 外国关系嘛 外国关系是怎么 他会回到台湾 不对啊 对不对啊 出户嘛 好啊 但是 是怎么 你望的中华民国 台湾的各个地方 更不清楚 当然 政治人物要负责任 一部分是政治人物要负责任 要负责任 第二 最大的关系就是 中华集团 在我们这些黑龙社图 黑白给你加 让我们不知道啊 这些混淆的来源 他都用这些无事实的 无事实的改双 让你拆不 我们刚才有说 对吧 太平洋战争 开楼公报 卖帅一般命令第一号 中华民国流行 最重要的是 我们去用洗脑 不然这些资料 在膀炉都查有啊 在膀炉都查有啊 你只要把膀炉查出来 稍微看一看 你就发现 你 加上我们现在给你加的 法理的分析的概念 你就看有啊 你看有 你就 你的脑 就会洗回来了 你头部就洗回来了 你就洗回来了 在这里 开楼宣言 我们刚才头前也有稍微说 他 这麻英九 他2013年的时候 他说啊 他就在说 他在说啊 宣言中有些用语不可思议啦 比如盟军要求日本 把从中国窃取 就是stolen 的土地还给中华民国 他第一次看到条约 有用窃取 这很奇怪啊 开楼宣言 这是一个开楼公报嘛 这个营译里面 他的名称叫做开楼 就是一个开楼公报 公报是不是tweet 不是啊 不是啊 所以我刚才说嘛 中华民国是 黑楼宣 就是这样啦 明明就不是tweet 他就跟你说tweet 这当时蒋夫人也在做嘛 明明写名还给中华民国 简直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啦 所以他就说 怎么可能有所谓 对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就是典型的黑楼宣度啦 好 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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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法律的架构 跟那个 那种理想寻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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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跟我們歐隆社會說是臺灣官府 對不對 其實這天政客的改正應該是盟軍的占領的時日 就是禁令的開始 停止戰鬥 但是是被占領 我們是被占領 他占領的依據就是1945年9月2號 麥克阿瑟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依據是這樣 所以才會有才有才會有這一天 但這一天絕對不是臺灣官府 他接下去之後1946年的一月十二 他用一個行政命令叫做結川智帝01297號訓令 把台灣人全部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是違反國際法 因為在建政法裡面 你占領者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改變 你不可以改變被占領者的人的信分 你不能把他集體規劃成別的國家的身份 而且你也不能把他刷照 你也不能把他刷照 所以這都違反國際法 那個是戰犯行為 這是戰犯行為 war crime 這是戰犯行為 在這個時候1946年的1月12號 請問 副金山學平抵合有不止嗎 沒有 開店 美的當初 金山學平 前都有 mer 剝奪了我们台湾人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国籍 Japan is nationality 给它剝奪了 剝奪了我们的国籍 这是战犯行为 这是违反那个日年华公约的 在这里 日本该1947年五月七三 才实施新宪宪法 这时间点都不懂 怎么会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说这天 香港是一个军事占领 绝对不是法律上的割让 不是割让 因为不是割让 所以不会涉及主权的移转 这就是该随 就是这个度 这点照片 你看看 台湾官府 但是他这样跟你说 但是他也要做一个动作 美国看 他就是要插那个旗子 这支旗子 这支旗子是什么旗 美国旗子 他也要插美国旗子 为什么 因为美国 他是太平洋战争的什么行为 主要战胜国 所以有怕日本的攻击行为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 日都是美国做的 所以他在太平洋战争里面 他就是主要 这个主要占领全国 他的新闻在国家核心里面 叫做主要占领全国 因为它是主要 因为我没有制造 占领全国 所以我就用一般命令第一号 叫麦克阿瑟 发布一般命令第二号 指派蒋介石 叫他来 所以 这个意思是这样 所以 现在他来跟我们这 接受 台湾日本 日本军队投降的一尊 他差一致美国国旗 让美国知道 我是接受你的命令来的 我这个身份 我不会超越 但是 他对台湾人 不是这样说 他对台湾人就跟你讲 台湾光复 台湾光复 我们刚才有说的 这一天 根本就没领头一转 改变台湾人的国旗 就是这一道命令 然后看 东华民国 1946年 35年的1月12号 结参至01297号 这四游戏 原有我国国籍之台湾人民 自34年的1945年的10月25日起 一律恢复国籍 一律恢复国籍 查台湾人民 原稀我国国民 以受敌人侵略 至上师国籍 知国土从光 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 自34年10月25日起 即因因即一律恢复国国籍 这样 工作但是不能从事军事上面的 服兵役 你可以替他做老务 但是你不能叫他来做兵 你做老务你也要付他钱 他叫我们做兵 这都完全就是战犯行为 war crime 这新闻 你看看 柯文泽是不是在竞争台北市的市政 那学部村是不是 学部村是说是黄民后裔 你没说是黄民后裔 学部村有没有说错 没有嘛 所以 1945年10月25日 这一天 我们都是什么 我们的阿公阿嬤 阿嬤 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都是什么人 黄民 黄民嘛 都黄民啊 他这样讲有没有错 没有错啦 没有错 当然 柯妈妈他这样回应 还是叫黑龙学党去 不然他应该是要很正道光明的讲 那就是我本来的nationality 有什么错误 对不对 是你做错事情把我改掉的 不是我有什么错啊 对不对 不是说我是黄民就比较減少吗 不是啊 是你做的不是事情 是你们是战烦行为呢 对不对 我爸爸的理智人 对啊 他理智人 比我们还清楚 对啊 哥给日本哪有权利 所以 那就是1945年 1895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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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间来到这 来到1996年 中央民国去选民选总统 哦 大家有印象吗 阿伯伯啊 他就算中央民国第一次民选总统 那时候你有说到吗 中国是不是在那里叫嚣 他说要把他 你如果选李廷灰 就是怎样怎样 他是不是打灰灰 打了两颗灰弹嘛 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啊 这时候美国是不是有派这个航空母舰 来防卫台湾 好 啊 这 这 很多人就说 因为台 台湾这个中央民国算民选总统 所以台湾变成的主权国家 啊 所以台湾变成的中央民国 是不是都这样说 啊 不对 不对啊 我们的政客的概率应该是这样 哦 因为民选执政当局 是他们自己流氓政府的内部主权 他们自己的主权在面的表现 这样而已 这不会改变台湾的领头地位 啊 而且在1980年的1月1号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已经终止了啦 所以美国敢不来来防卫中华民国 不是 但是美国会派第七舰队 派韩国母舰来 是根据什么 对 他是根据就军在韩国条约 他是军事他主要占领全国 那是他的疑无啦 那是他的疑无啦 哦 所以 你这个不被承认的 流氓政府 你又要怎么算 你对我这个外部主权 都不会让他变成全主权国家啦 不给人生金 从头到尾就不会给人生金啦 不因为说你来在 选总统永平选的 还是说委任职选的 那都没关系啦 因为你对我要给人生金嘛 你来在怎么算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你就没到 反正你怎么主管 你就是一个立方政府 你对我 你在里面怎么算 你对我 你就叫人生金 不让人生金 你就没可能变成主权国家啦 哦 所以 台湾澎湖 还在美国占领 而且是要不被 称认的流氓政府代理 美国会来给我们保护 是因为 它是根据 旧行政权和平条约 它是主要占领人国 它是有这个义务 要保护我们 因为 我们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 我们是被征服的一方嘛 我们是劲牌嘛 我们劲牌在这个日内华公里里面 我们就是被保护的人民嘛 我们是被保护人民 被谁保护 要被征服者保护啊 哦 啊 一派地势军队来就是这个意思 哦 啊 那被占领的台湾澎湖 不是中华民国领土 怎么算 就不可能变成主权国家啦 所以台湾 绝对不会等于中华民国 所以用宣企 在跟你说 那也是黑龙世道啦 好 所以记住一个记得 是不是国家 差不多刚才已经说到啦 来 这个新闻 谢续威 2013年 我们双冠军 啊 日本媒体 给他讨论说 啊 你是在那里 拿到百万块的这个台湾人 啊 这对你自己的国家有什么意义 啊 跟他搭档的是不是彭帅 啊 彭帅坐在旁边来说 等一等一等一等 我坐在这里呢 我不能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说法 你感觉呢 你感觉呢 彭帅就是那个 那时候 那时候 跟他搭档 怕女双 那个中国的球员啊 他们两个搭档 在那个 在我们当中 怕网球 他们都是职业球员嘛 他们可以跟其他各国的选手 互相搭档 去打那个双打 对 彭帅是女生嘛 嘿嘿嘿 啊这个时候彭帅 搞不好 我不能接受 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说法 啊 有没有错 他没有错哦 哦 他没有错哦 他没有错哦 啊 结果 这个记者问这个 体育署副署长啊 他啊 副署长就说 啊 这本来就是主权独立国家 毋庸置疑啊 那是不对 不对啦 所以 谁说对了 彭帅说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啊 体育署的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谁对 彭帅说对嘛 哦 所以 外口 台湾外口的人 有清澈台湾的国家杜利吗 有 有清澈 包括球员都清澈 包括职业球员都清澈 就是 那里面 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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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安民国的官员 他不是 他不是不清楚啦 那是不可以说啦 哦 他 他说 他如果说下去 就 那 事情就大条嘛 哦 对啊 啊 郝博春呢 但是郝博春跟他说呢 他如果说皇民后裔呢 他在2013年呢 那一个记者的方案里面 他又说啊 哦 郝博春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或者说 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都是自我原谎 哎 所以说 彭帅是 就是国人 中国人 啊 郝博春呢 也是中国人啊 啊 中国人都说台湾不是主权国家 啊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啊 哦 啊 他又说哦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但是全世界没有人敢说 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来解析一下 他说的哦 他说哦 台湾自称主权独立国家 这骗你的 这骗你的 哦 啊台湾 很多政典是不是都这么说 对啊 所以那都骗什么 都骗你的嘛 啊 说中华民国是台湾 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骗你的啊 哦 啊 这 刚才有 看有一个新闻 有人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那是什么 那骗你的 啊 但是 他说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句要修正一下 1949年 10月1号以前 他是不是 是 啊 现在是不是 不是 啊 未来他会不会 继续是主权独立国家 没有啦 没机会了啦 哦 他没机会了啦 哦 所以你看看 彭帅 中国人 哈博春 啊 流亡在台的 中国人嘛 他们中国人 清不清楚 台湾的 的地位 清楚啊 他清楚啊 他清楚啊 他讲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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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们台湾 台湾人要不要 听得进去 听不进去而已嘛 对不对啊 听得进去 听不进去而已啊 人们都跟你说真的啊 哦 还做过 中华民国 立方政府的 这个 那个行政 行政院院长呢 啊 美国的 国外会 主任委员 主任委宁德 这次 2007年 他讲的 中华民国 不是个国家 中华民国 不是个国家 他讲啊 中华民国多年来 都是一个未解决 待解决的议题 啊 他也跟你说 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 为什么 台湾关系往来 就跟你说 很明白了嘛 对不对啊 在这 1979年的121号以后 美国没有承认中华民国啊 而且他跟台湾这边往来 都是民间的关系嘛 都是民间的关系啊 所以中华民国绝对不是一个国家 好 他讲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that the ROC is an issue undecided and it has been left undecided as you know for many many years 就是自从1971年以后 就是自从1971年以后 美国没有生成后 就是many many years 都是一个未解决 待解决的问题啊 因为他流亡嘛 他流亡啊 他有解决他流亡 他要解决他流亡 请他们回去嘛 啊 他们要怎么回去 他们要怎么回去 反共大陆 你说有可能吗 反共大陆有可能吗 你来看啊 金毛马祖 说金毛马祖 好 中博公共同条 这时间看 我先听一下 1958年 1954年开始 因为蒋介石和共产党 就不断的在福建沿海里面 在那里内战 一定是贴嘛 所以1954年那时候 就开始在那里内战 内战要有另外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叫大臣岛撤退吧 有没有啦 就那时候啦 那到1958年 8月23 有没有听过吗 823炮战嘛 那也是他们的中国的内战 内战 那时候这时候 有10月23日 美国国务卿杜律师 来台湾 奉蒙介石 如果叫蒋介石 跟美国签一个年约公报 10月23 这天 蒋介石 承诺美国 他要放弃武力 反共大陆了 所以 流氓的中华民国要回中国 有没有可能再用武力了 不可能了 武力反共大陆 这条路 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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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继续跟你骗 骗说他要反共大陆 1961年 又继续骗 美国的最新作 台湾就是这 金刚妈祖 是中国 因为那是他们的内战 所以美国 他要把 中国内战的这个影响 不要影响到台湾来 所以他才签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他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他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他要防御的是台湾澎湖 没有要防御金门马祖 这个 我看过 他是不是要撤军 刚才是他说 反共大陆这条路会通吗 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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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还要回去 要回去 他要用什么方法 和平统一 要听过吗 要听过和平统一 要和平统一 要和平统一 这个要不要再有军队 不要了 是拼光光才要撤军吗 不是 拼光光要撤军 是他要回家的时候要撤军 在这 金马撤军 因为他们两岸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 这在美中的公报里面 就已经说清楚了 而且在他们817公报里面 那个中国政府也已经表示说 他要和平统一 他要和平统一 蒋介石他这边也放弃武力 反攻大陆 所以他要 当一个靠河叫什么 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要再用武力了 因为中国政府承诺和平统一 就开一条路 给蝶龙的在台湾的中国人 一条路走 美国和中国两个不互相干涉内政 所以金马祖是不是中国内政问题 是没有错 因为他要和平统一 所以美中两国的政府要创造有利条件 撤除美国军力 所以 中国民国现在用的武器都是什么人给他的 美国 美国跟美国的武器 放在中国的金马祖里面 不行 所以要撤回来 就要撤军 所以撤军的真正的理由在这里 不是为了拼光光 你看看 阿彪阿公贵事不宜没有 2000年以前 他说 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 他就不会独立 不会改国号 不会两国论路线 不会改变现状统图公投 不会秽除国统纲领 你看看 以前我们可能 听着听着没有 但你现在我说 你可能 你就大家知道 他在说的美国在这里 中国 中共会不会对台动武 不会 所以这个前提会不会存在 不会存在 这前提不会存在 因为 他正主角我说的 美国跟中国的政治官报 跟第三个官报里面 中国就是坚持和平统一 所以他不会用武力 来对待蒋介石他们 蒋介石民团 所以 这个前提会不会成立 不会成立 这个不会成立 但是这些事情 也不会发生 所以 不会独立 不会改国号 不会两国论路线 不会 改变现状统图公投 不会秽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 这条就是 中华民国要跟中国怎么样 统一 统一 他们要统一 所以才不会废除 他不改变现状统图公投 就是台湾这边 他要坚守 他是 带领美国军事在里面 不可以把天皇的领土 为台湾澎湖 给他独立出去 他也不能把中国的金门马祖 把他独立出去 对不对 这些意思 不会两国论路线 跟这个意思其实都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要 是要独立还是要统一 统一 哪怕是台湾 台湾小孩 阿扁当中华民国 地方政府的总统 他也是要统一 对啊 对啊 那是党外民国 他们的体制 所以一个 一个被占领方的 台湾小孩 去做一个 占领方的 立方政府的总统 你有觉得很好笑吗 很荒谬 现在听一听的感觉很荒谬 所以必须是说 我们来去 台湾中华民国 立方政府的 会选举吗 不要再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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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 这 这阿托区 世界各国的武器里面 都要有一个识别 对不对 国家的识别 这知道 就是国的武器 对不对 这 这 以色列 这应该是 日本 这 正前 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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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阿托区 你自己看 喔 摘下来 吊下来 你看 看到 那个 车车 这边有看到 那边有看到 这边有看到 所以没车车车 你看 母企 母企在面不穿戳戟 你看自己有 要跟 世界各國的母企 都要有這個識別的 國家的識別的logo 你看 這邊沒有 這邊也沒有 這台灣的 這最近在台灣連下來 沒有在那裡頭的 這樣對不對 就是12期的 車輛機 沒有了 共和民國的 那個徽章 國民党的那個 沒有了 你看 為什麼不可以有 因為你不是國家 你是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你不可以擁有武力 所以其實這些武器 都是美國在控制的 欸 啊 你問我聽到民國要回家 要怎麼回家 怎麼回家 我沒有啦 時間時間 但是他在準備啦 我聽過這個嗎 平潭金門 啊 馬祖金門嘛 他們在去這裡 平潭的大興土木啊 欸 也沒打造 兩岸共同家園 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家園 喔 如果要做一個經濟特區 為什麼要用一個島 你要看珠江三角洲 長江三角洲 像上海浦東 他們那 他們那一個經濟特區 是不是都很大 那個才有規模 啊 就經濟特區幹嘛做一個小島 對不對 喔 這 這個就是要裝 讓流氓的中國人回家的那個 那個路啦 喔 所以說我們 回復台灣正常的地位 喔 第一個 我們來用法律的眼光 把 中華民國 把我們蓋的那個 那個 那個部幕喔 要殺掉 你就會發現他三種新聞 啊 一種三種新聞 一個一個來解決 喔 台里美國君主 這個 這個 向美國親自來 所以我們來去告訴 啊 告訴的之後 他就要走 因為他親自佔領流氓政府 他就要走 那這個 不是我們台灣的 這個政府的 治理當局 就要換成 台灣民政府 因為台灣民政府 才是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這是根據戰爭法 喔 所成立的民事政府 啊 但是 我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我們要有 相當多的台灣人 要先確定自己的身份 就是你要確定你是 people of 台灣 所以 親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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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重要嗎 喔 喔 所以 新聞情 這點新聞情 就在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 因為你有新聞情 你可以分開 你不是中國人 啊 我們 你給代表的政府 才可以代表你 跟美國談判 喔 所以 親親親親親親親 不是那麼一件重要 但是 很簡單的事情 好 義兄 歡迎大家 義兄 謝謝